将放大镜做成圆形其实并不难 但是需要一些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的 Converse绘图方面的基础知识 对这一方面如果还不了解的同学 不妨翻一翻Converse绘图详解 在这门课程中具体的介绍了绘制曲线 尤其是ARC函数介绍了如何绘制一个圆形 其次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绘制一个圆形 其实我们是要拿这个圆形当做一个区域 在这个圆形里绘制放大后的图像 那么这就需要用到一个剪辑空间的概念 那么在剪辑区域以及Clip这个函数进行了介绍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复习一下相关的基本概念 那么在这一小节里 我只是带大家直接去实现一下具体的代码 下面我们要做一些图形上的绘制 那么为了不干扰 有可能我们要扩展这个程序进行其他的图形绘制 我们把当前的状态做一次保存 再进行图形绘制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状态进行一下restore 恢复 在保存的状态里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定义一个曲线 其实是要绘制一个圆 所以我们调用一下begin path这样一个函数 之后我们调用arc这个函数来绘制一个圆形 那么这个函数中的参数呢 包括首先我们要定义这个圆心的位置 圆心的位置就是我们传过来的鼠标点击的位置 其次我们定义一下半径 那么这个半径呢 就是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m2的值 再然后我们要定义我们画的这个弧的度数的起始点和终点 那么因为我们是要画一个圆 所以就是从0度开始一直到rpi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圆弧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圆 之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拿这个圆当作一个简局区域 所以我们调用一下clip这个函数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下面所写的这个draw image 就会贴在这个剪辑后的这个圆形这个区域里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当我再点击鼠标的时候 这个放大镜就已经变成圆形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最后我们再对这个放大镜做一些优化 那么首先呢我设置一个边线的宽度 我希望这个放大镜呢显示一个边 所以呢要设置line width这个属性 我将它设置成10 然后我再为这个边线呢设置一个style 那么相应的呢我应该设置的是stroke style 我把它呢设置成一种蓝色 那么穿入一个16进制的这个颜色码 相应的我将这个arc定义好以后 我就可以先做一次stroke的操作 把这个圆呢画出来 之后再把这个圆定义成一个剪辑区域 然后在剪辑区域里呢 调用桌image来把这个图像贴上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放大镜 就有了一个蓝颜色的外冰箍 是不是非常的酷 好讲到了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详细的了解到了 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放大镜的功能 当然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再挑战一下自己 让这个程序呢更加优化一下 提供一些思路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放大镜 放大的倍数是可以调节的 比如说这个放大镜的大小 或者说是这个圆圈的半镜 是不是可以是可变的 再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让用户选择 这个放大镜外边框的颜色 甚至选择这个放大镜的形状 我们除了做圆形方形的放大镜 可不可能做一个五角星形的放大镜 或者其他更加奇怪的图形的放大镜 那么相信这些idea都能实现出非常有意思的应用 不管怎样 这背后都使用了我们在这一张介绍的 礼品converse的技术 另一方面这张还详细的介绍了 如何使用鼠标和我们的converse画布进行交互 那么有了这些基础知识 大家也可以再回过头去去看一下上一张所实现的demo 想一想这种交互的方式能不能应用在别的demo上 让其他的demo更加的生动 希望通过这一张的介绍 大家有所收获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非常绚丽的应用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